Hello 大家好 我是Cat 一個香薰治療顧問 今年做香薰和心理治療已經做了25年 大家好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新發明 我們和一個香港知名 在科技方面研究很厲害的 大學的中藥研究中心的教授 一起研發了一個專利配科 透過中藥可以抗生觀 而我就是做香薰治療 我將香味和中藥在一起 令我們戴著口罩或是貼在身邊 聞著香味可以放鬆 可以令到集中精神 亦都可以有抗疫效果 那它怎樣可以抗生觀病毒呢 很簡單 我們只要在口罩旁邊 或是在一件衣服的旁邊 貼著貼紙 只要距離上呼吸度20cm以來 它就會有4小時的保護 當你嗅到這個配方 它就會在你上呼吸度有一個保護膜 如果不要採用到新觀病毒的S蛋白 它就不輕易進入到你人體細胞 從而減低你中招的機會 那是不是很簡單又很方便 貼個貼紙 又可以令到你戴口罩舒服些 同時間呢 亦都可以有一個保護的作用 那整個project 我們希望透過香港科研 香港品牌 香港人 然後齊創建歷史 是不是好像很厲害那樣呢 我們有一個想法 就是想做一個 建歷史世界紀錄大傳 一百萬個笑容 我們想在一個album裡面 儲夠一百萬個人 戴著這個醫學口罩 貼了一個我們的口罩貼 然後就放送到album裡 參加這個世界 建歷史世界紀錄大傳播 香港人 香港品牌 香港科研 香港人齊創建歷史 然後就可以抗生冠病毒 將愛和笑容傳開去 你看到這個貼紙 上面會有很有趣的 Emoji 有些笑哈哈 因為這些不同的Emoji 就有不同的Statement 在裡面 Happiness is a Choice Happiness is an Additive 就是我經常說的 就是開心是一個選擇 開心是一種態度 如果我們選開心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心 我們在這個新冠病毒肆虐期間 我們很多時候 會有這個社交距離 可能有些老人家 或者有些朋友 你很想見他 越愛他 你越是不能夠見他 我就希望透過那個貼紙 就好像親他一口一樣 他裡面有個笑容 好像親他的面子燈 將你的愛和你的關心 傳遞給你身邊的人 無論你認識他 或者不認識他 你都可以送一粒貼紙給他 香味可以在我們腦海裡記得 亦都可以幫我們放鬆 又可以抗疫 是否很簡單呢 希望大家支持 這個香薰口罩貼 就是可以抗疫 可以開心 亦都可以傳播給全世界 戴著口罩都聞到香味 這個便葵式香噴機 也是我的一個新發明 它透過換這個膠囊 capsule 就會換不同的味道 我們今次出了金木水火土 透過五行的一個中國元素 加入西方的精油 可以處理不同的情況 譬如可以增加自信 睡得好些 呼吸暢順等等 這個便葵式香噴機 這個叫做Aromaport 有甚麼特別呢 我們便配合用一個醫療的儀器 其實便很簡單 就是夾一下耳朵 就可以令到我們得出一個數值 就是我們的膠感神經 和副膠感神經的狀態 當一個人很緊張 被老虎追 膠感神經便會啪著 腎上線數提升 如果我們長期是這樣 我們會很緊張 所以我們身體有一個平衡機制 就叫副膠感神經 將它平衡 我們透過這個儀器 就是我們便會量度到 裡面到底有多少的一些平衡點 這個achievement 就是57次 只有6%是綠色的 然後有54%是中間 有40%是低的 如果當我們聞了這個 Aromaport 配合一個呼吸練習 你看到這個數字 去到91% 以及有310次去到這個平衡點 這個平衡點的意思是甚麼 就是跟我們心電圖的對比 去得出了我們的身體 心臟率和頻率的數值 可以令到我們放鬆些 同時亦都代表我們的免疫系統提升 HRV其實是說心跳與心跳之間的變化 在這裡其實我們得出很多訊息 和幾一下心跳可以得出的訊息是差很遠的 我們見到這條Path是很Smooth 即是說我們的HRV就是好 帥仔了 如果顏文慘慘 就代表我們的心臟 在HRV的心跳就不太帥仔了 所以我們透過用我們這些可以量度的儀器 然後配合我們一個呼吸練習 聞著我們香氛的Capsule 即是Aromapod 我們就可以證實到它是有一個治療效用 亦都可以長期去每一天 聞兩至三千五分鐘 他就做了15500個人的研究 這個這樣的測試儀器 由史丹福大學的教授 做了二十幾年的一些臨床驗證 只要這樣做 我們有超過60%的人 都可以睡得好些 處理到壓力 專注力提升 想不想健康些 簡單地 亦都可以令到我們放鬆 我們將來還會出一個手機的application 令到我們可以打著機 透過一些emotion sensor 感受到我們身體內其實緊不緊張 他拿了一個 sensor之後 我們便會知道你是緊張 我們便會提醒你 是時候便要問一下香氛 做一下呼吸練習 亦都會在app裏面 告訴大家 叫自己想想 到底我的人生目標去到哪裏 有些甚麼想做到 透過一些練習 我們便會知道 我們身體的狀態有沒有改善 亦都有一個dashboard 給大家看到 因為很多時候 就算我們去跑步 但是我不知道有甚麼solution 其實就算我知道我個人有癡肥 那又如何呢 我怎樣可以做到呢 我們這個application 整個project 就是提供一個量度的機制 提供一個solution 當這個solution 譬如透過聞香氛 透過呼吸練習 以及透過心理學 想想你將來想要的東西 創造你的將來 在一段時間之後 你回頭看 所有你想的東西都會成真 所有東西都是由你的想法 由你的意念建構出來 人生就好像夢想 由夢想變成事實 就是你想想就有的了 Aromapod 就是一個我很新的發明 亦都很開心 我覺得我人生可以創造一個 這樣的產品和program給大家 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在25年前 我已經開始創立我的品牌 叫做DK Aromatherapy 專門做香氛飼料 當時我們就做了一個香氛的專門店 亦都有課程 亦有產品 有服務 在這25年裏面 我專注做了香氛同心理治療之後 慢慢我會發現 其實原來最重要的人就是自己 所以在這兩年 我就創造一個新的品牌 用了自己的名叫Catline 你會見到 名字就是DK Aromatherapy 在下面 慢慢我會把它變成Catline 因為Catline 真的代表我自己 我將我的理念 想全變全世界 但我是一個小小的人 但我是一個很大的夢想 我希望透過我們提供的一些方案 可以令到這個世界的人都開心和健康 好像我經常所說 開心是一個選擇 開心是一種態度 我們是沒有人可以給你開心的 除了你自己 因為感受是你自己給自己的 而整個 Project 很重要的 最後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希望 鼓勵這個世界的人 會做善事 會做義工 到底這個這麼遠的 天馬行空的想法 怎樣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改變這個宇宙 透過一個小小的貼紙 或者是我一個小小的發明 我們將慢慢 用我的說話 去感染身邊的人 因為用生命感染生命 影響生命 就是聚入屋校的 那怎樣可以做到呢 就是透過品牌 透過多些人認識你 你講的時候多些人會聽到你 將那個訊息帶給大家的時候 這個就是品牌的價值 而我是特別對慈善項目 或者是幫到人的一些事情 是特別有興趣的 在這個部分裡面 將來Catline這個名字 都會跟這些hashtag掛勾了 或者是這些想法 看到Catline 就是等於做慈善 有善心 希望令到多些人快樂 如果你查一下我的名字 你都會看到HAPPINESS IS A CHOICE 都是一句我的slogan 品牌對你將來的發展是很重要 因為你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就是你 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因為產品是可以複製 你是不可以複製 好好將你自己的想法創造 然後創造一個你自己的品牌 那你成功率就會高很多 好開心 今天受到即場marketplace的影響 我今天坐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即場marketplace Catline DK Aromatherapy 想了解多些我這個香薰抗疫口罩貼 怎樣抗COVID 怎樣用aroma pot 可以令人更快樂 亦都檢視到你的開心指數 甚至戴一個香薰口罩 戴著由不開心變開心的話 就看看下面的連結 有我們的網址 以及一些不同的資料 記住看下面 以及多多支持這個即場marketplace 拜拜